產前產後都以木耳媽媽的溫柔守候 媽咪的心聲我們都聽見啦 韻度太重而腰酸被痛 想要回到產前體態 交給木耳媽木耳韻補 怨媽咪必須入手的 木耳媽木耳韻補竹炭豆腐帶 四大特點齁 理哉 特殊竹炭纖維布料 透氣不悶熱 抬抗菌除臭 媽咪久穿也不擔心悶熱 高彈力且柔軟的材質 毛膚性更好 還能自由調節最舒適的鬆緊度 行動更自在 也是大家最看重的一點 正確實用呢 能舒緩孕度的下墜感 避免子宮壓迫的膀胱 除了產前脫腹 還能夠產後呢 擋束腹帶使用 CP值超高的一帶兩用 當Baby長大 孕度明顯開始隆起 腰背部 骨盆也會開始有壓力而感到痠痛 所以建議懷孕16週期呢 就能使用脫腹帶囉 一共M和L兩種尺寸 骨頭體型都適用 上手包覆超簡單 但有幾個重點要注意 先將脫腹帶的內層對準腰部背後 並將內層下緣拖起腰部然後黏貼好 再將脫腹帶的外層一邊先行固定 那這時候就要注意 太緊會壓迫媽媽和寶寶 太鬆就會失去了支撐力 那確認好鬆緊度在固定那一邊就完成啦 小小提醒 稍微往高提拉後 腰部支撐上會更舒服喔 不論酒站或是酒座 都給媽媽大大的支撐力 安心度過運期 產後必備舒服帶送給媽咪顯得超貼心 不論是減緩疼痛 保護傷口或是想要束身 微慢木翼日補 竹炭加強型舒服帶 也會有效 同樣採用高透氣竹炭刷材質 高彈性且回彈力極佳 不易變形 恢復體態也不擔心過於壓迫 兩段式加強塑緊 穩定支撐產後肚皮 減緩疼痛 並固定傷口加速復原 正確使用能雕塑腰部曲線 舒緩產後腹肚的下墜感 幫助媽咪找回自信 而且這款舒服帶能夠改善腹脹 背部疼痛等姿勢不良所造成的痠痛問題 穿戴後能幫助維持正確姿勢 所以這款舒服帶也推薦一點 長期久坐久站的人使用喔 想要開始穿戴教學啦 先將舒服帶攤開 放置在腰部及寬部後方 先將內側的製黏帶黏貼到前方 再將外側的製黏帶拉到前方貼上 就完成包覆啦 一共換為四種尺寸 那寬度都一樣 媽咪只需要根據腰圍長度去做挑選 就OK啦 收集了大家對舒服帶的疑問 現在來個QA時間 沒錯 後腹產媽咪呢 可以用舒服帶來包覆 避免傷口的拉扯更方便於行動 那自然產媽咪呢 可以幫助恢復體態 後腹產媽咪生產完即可使用 那自然產媽咪需要等身體狀況恢復後才可以使用喔 雖然透氣性加 但還是要依據個人情況去做判斷 避免轟症或腰背不適情況出現喔 每位媽咪都值得最好的合戶 威曼木衣運補 最懂媽咪的運補專家 替你承起幸福重量 帶你走回自信狀態 學校是想看的 Teraz用家咪的運作 學校是想看的 每日進行程 人臀做沒試圍了 而是個人能實行